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武汉疫情彻底反思第18集 因为谈到武汉疫情 必谈到武汉加油这四个字 那么可以这样讲 武汉加油这四个字 是这一次让我们战胜疫情的最高口号 那么这个最高口号的提出人加油 就是张之洞的父亲 那么这种马上就会涉及到 加油是他的父亲提出来的 他的儿子就在加油读书的情况下 提出了一个大的哲学思想 超越时空的大的哲学思想 中学为题西学为重 那么他诞生在武汉 那么大家就会想个问题 那么这个大的观点 知心合一没有啊 王阳明 明朝的大儒 提出要知心合一 我给全国的观众朋友讲 尤其是武汉的观众朋友讲 张之洞把中学为题西学为重 这个哲学思想变成了一种行为 知心合一了 如果没有张之洞 中学为题西学为重的知心合一 我可以告诉朋友 尤其是武汉的朋友 就没有今天的武汉 张之洞 是今天武汉的大功臣 今天武汉的整个精神 没有张之洞 你就无法找到今天武汉加油 武汉的老百姓 作为一个英雄的城市 他的精气神在哪 所以武汉加油 武汉必胜 武汉必赢 武汉这次老百姓是英雄城 英雄城 他英雄在何处呢 他人民 为什么好在何处呢 这和张之洞有必然的关系 换句话说 张之洞是今天武汉的一个精气神 就是八个字 可是遗憾的事 我们今天武汉 是如何纪念武汉的功臣张之洞呢 直到现在 纪念的不是太多 通过这次武汉疫情 这一集和上一集 尤其是我们武汉的领导 武汉的朋友 要思考 我们如何感恩 张之洞 他之前可以在什么地方 我给大家讲 武汉大学的创始人 就是他 武汉劳务力一下 武汉没有武汉大学 武汉还能成为武汉吗 武汉曾经在中国是金牌大学 我在北市大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向往武汉大学 他为啥能成金牌大学 为啥很有思想的大学 为啥知道今天的很多学生都和武汉大学有关联 创始人是张之洞啊 武汉大学创始的这个时间 比北京大学还早五年呢 大家明白吧 另外今天的武汉 他的工科的大学 武汉的农业大学 武汉的科技大学 胡卫生的神徒国务图书馆 全是张之洞创立的 张之洞 培养了 塑造了 武汉的近代和现代 支撑的群体 一个群体 而不再是中国古代的科举的人才 第二 他把这中学委气务用的 知情合一 修了京汉铁路线到武汉 京汉铁路 北京到武汉 武汉如果没有这条铁路线 大家想一想 武汉还是武汉吗 张之洞修的 今天武汉的两大标志之一 黄鹤楼 是以前的 长江大桥 那不是京汉铁路吗 没有张之洞 哪有这长江大桥啊 哪有京汉铁路啊 后来修到武汉了 那得通海口到广东啊 又把武汉往广东修啊 京汉铁路 游瓷秦唐啊 中国的地下 大交通大洞 也是张之洞修的 他干的 然后呢 武汉 正好成为中国的一个 九省通区 武汉不再仅仅是一个长江城市 他把武汉成为一个大势路口 他成为一个铁路城市 另外 他建了亚洲最大的钢铁厂 在武汉 叫汉阳钢铁厂 有什么 他有修铁路 都有钢柜 都有钢铁 钢铁 钢柜和铁路在一起的 他通过修铁路 拉动了一个产业链 在武汉 等于武汉为啥成为一个重工业城市 就是从铁路 有一个产业链 武汉有大兵工厂 兵工厂就有钢铁啊 正要有了钢铁 他会造武器啊 咱们中国近代史上的武器 叫汉阳造 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钢铁 怎么造的 然后他就建了 有了武器 有了近代好的军队 你想想 他抓了什么 教育出人才 第二 修铁路 铁路一向黄金万点 有钱 然后通过修铁路 拉动产业链 形成重工业 通过这个又办学 办学培养的人才 都是实大实干事的人才 不再是中国传统的 45斤的人才 不是的 有了钢铁就开始 造武器 有了武器 就要培养军队 这个军队起来了 就搞个武装企业啊 性爱革命啊 有人才 有限制思想 又有武器 又有近代军队 还有钱 大家想一想 张之洞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1909年去世的 新爱革命什么时候 发生的 1911年 等于中国国民党 所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诞生在武汉 中华民国国庆日 双十就是武汉诞生的 武汉家有张之洞的 巴克斯的哲学思想 知情合意 为中国做的什么样的东西 为武汉 所以当时孙中山就对张之洞 有一个评价 他说张之洞 是什么呢 从来不说革命 大革命家 不是整天 要和革命革命革命 他没有 他把技术搞好 所以别人不理解他 认为中学委体 习有为重是维护 是封建统治社会的 慈禧太后的中学委体 根本不是这个事 大家误解了 他提出是个哲学思想 不是面对当时的慈禧太后 面对当时的清朝的一个政策 不是的 如果他维护清朝的话 孙中山怎么能说他是革命家呢 那孙中山把他定为 不是一般的革命家 是大革命家 那大革命家的意思是什么 就和孙中山一样的革命家 大 等于这八个思想形成的 知情合一在武汉 所形成的那一个状态 直接灭了清朝 直接终止了封建社会 所以孙中山说这个 从来不说革命的一个大革命家 那么张之洞 当时支持抗友 梁启超搞不信面法 送钱捐钱 他搞新闻报道 他在武汉所建立的武汉大学 和农业大学 科技大学 学生都看当时的很多 先进的书籍报刊 武汉为什么现在很新 是个很时髦 很新颖的一个城市 都和这个基因有关系的 所以毛主席对他一评价 可以说中国 那么进先的历史上 两个大人物 孙中山 国民党 毛泽东 共产党 对他评价 提起中国的民族工业 重工业 不能忘记张之洞 那么不能忘记张之洞 现在武汉 到底如何纪念张之洞呢 如何纪念武汉家喻 如何纪念这个功臣呢 在武汉移情 目前武汉的领导和老百姓 还在闭关期间 闭关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边 可能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思考好 然后再站在这个哲学思想上 再反思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所作所回 和这个哲学思想 到底怎么契合 我们才能有一个战略的高度 去理解一些问题 那么下一集呢 我将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根据张之洞的这个中学为题 吸血微重的哲学思想 来看待武汉这一次防疫的时候的 中医跟西医之间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